满红大佬的日潮 资源周冲冲冲 大家好 我是马小超 上一期视频给大家展现了一下我开荒的经过 九级开五之地 这一波操作是不是非常的帅呢 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后面发生的事情 这个赛季开荒真的是有史以来最卷的一次 可以看到24小时 施力值破万的已经有140多个了 像我晚上稍微睡一下 早上起来这个施力值已经排到70多名 再来看进资源周的情况 人就是46小时开关 但这次与之前的波团 我们没有见银杖 46小时无银杖开关 这也是第一次 那不仅我们是46小时 那这个赛季一共有四个萌 都是46小时开关 不过看了一下他们这边 还都是记得见银杖的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然后还剩下最后一个 共四个萌都是46小时开关 时间一到 阻力就上了 最终花费是52秒 我们这边一轮打掉了守军 看一下另外三个出身周的 这边剩下13队 稍微差一点 那第二个剩下7队 最后一个也是打完了 有一个跟我们是一样的 另外两个稍微慢一点 不过最终都打下来了 毕竟都见了银杖的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四个萌 同时进入资源周 再来看一下我个人的情况 这个赛制仍旧玩了两个号 用姜维下后边 祖格克开关了 我是直接转了尖雄池 而另外一个 我是用群弓开的 因为这赛制有一个 简易欲的宝物 那20C的群弓 19C就能玩了 这个转型之后的群弓 打地还是非常舒服的 随着铺路推进 我们跟对面 在两个资源周的交界处 正式交锋了 为了能多打点战功 这次我没有着急牵程 而是一时等跟对面碰上之后 才把城牵过来 也可以说是贴脸牵神了 因为前吃资源和武将的体力 都是非常宝贵的 如果你城在后面 那肯定这边要见银杖 一个银杖就要五个测速 这对前吃来说 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 另外每参与一次战斗 你就要多花15点体力 调动到这个银杖 这也是非常浪费的 但是你们看我 城在最前面 说姬和进攻的时候 我只需要用15点体力 直接触发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话也一样 直接牵在最前面 你问我怕不怕被俘虏 这根本不存在的 看过我视频了都知道 我最喜欢的就是 别人来打我的 好的画面回到我们的战场 看到我的群攻 已经触发战斗了 玩了这么久 游戏也是第一次首发群攻 给朱骏带一个王道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还没还来得及看冰鼠 这第三队就战败了 我们来看一下战暴 第一队降维打字了 红度等值都压制了 这没什么好看的 第二队被一个冤齐打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 你无论什么队伍遇到冤齐 就很难受 他都能打你一下 然后导致我没兵力了 第三队又输了 第三队这个 SP元少也没发动 估计被对面控得死死的了 再来看一下 尖雄骑的表现 也是没有多团 打到第二队就战败了 我们也来看一下 第二队遇到左辞了 两个左辞了 那是有点难受了 这个突击队管 最怕的就是规避了 很难受 手战失利问题不大 我们回家补好兵 接着出来打 好 看到我们的群攻又来打了 这次打了两队 还有18000的兵 还能接着战斗 看一下战步 一队满红麒麟弓 一队满红杜江枪 轻松的拿捏掉了 这才是王道群攻的真正水平 打完前面这两队 一直到一轮攻城结束 后面没有再碰到队伍了 那我们撤退下来的时候 回家补个兵 做好准备 再继续战斗 当然了 这里做好准备 曝光光是补兵 前面视频也跟大家说过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武器 那我们把它放出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38000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Bku 权柠楼 1 00adoo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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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